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最近脑袋里装的事情比较多 多写了一篇换日线文章嘛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然后那篇的主题是在讲 亚洲人的社交方式 是不是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那这其实是我个人 因为我很喜欢旅行 然后我很喜欢出去鬼混 那我会观察很多 就是很random的社交场合 那在我所会定义的社交场合 就是一群互相都不认识的人 然后在一起认识彼此 通常在这样的场合中 我其实尤其在国外啦 hostel hostel的交易厅最容易 或者是hostel 就是青年旅社那种 办活动的 然后因为是观光旅游的景点嘛 就是hostel会办很多活动啊 带大家出去玩啊 然后带大家出去喝酒啊 一起玩一些游戏啊 什么等等 你会发现 我觉得啦 我看到的啦 那我会发现参与的亚洲人 少之有少 或者是参与的 真的能够跟大家互动起来的 更是少之有少 那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语言问题 那那一篇讲呢 就是我觉得 这完全不是语言问题 所以里面提出了很多论调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亚洲人在 参与公共 不是公共 参与 比较 不同文化 或者是不同语言 或者不同种族的 这些社交活动的时候 会显得好像 没那么的德行应收 就是你会发现 大家留言的focus 完全不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完全没有要讨论 就是我提出来的那些历史啊 政治啊 社会环境的 或是社会氛围的影响 是不是真的造成 亚洲人社交上的 一些困难 他们比较在乎的是 你怎么可以说 我们社交困难 大家重点都在这句话 你怎么可以说 我们社交困难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社交困难又怎么样 就像别人说我是瘦皮 我就会觉得 对啊 我就是瘦皮 我并不会因为你说 我是瘦皮 所以我感到自卑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走到什么高度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其取决于 你和什么样的人有连结 你和什么样的人 有好的感情关系 有好的交流的过去 或者是有交流的过程 那我觉得这个社交行为 我觉得其实不要问我 很多人就是不敢这么说 或者是换日线上作者 他自己也没总这样写 但是你去问那种 常常在国外留学 在国外工作 你真的去问他 有多少在中文世界 土生土长长大的人 出去国外之后 是真的有办法快速的融入 一个多语言多种族 或者是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所组成的一个社交场合 很难 我真的就是很少看到 当然有 绝对有 是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是一定有 只是我一直很不理不解 就是为什么 大家在换日线 这个频道上 不就是想要看到一些 不同的价值观吗 就是你价值观一定会有冲突吗 那冲突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你这个什么垃圾价值 这样 你这什么道德标准 什么的 然后说我不尊重 然后我就问他说 我到底哪里不尊重 求求你告诉我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我到底哪里不尊重 对啊 对啊 我当然知道 一开始写这篇文章 就是一个正义 比较大的内容 那 我常常都会觉得就是 啊 我不写 谁会写 就跟我开这podcast一样 这些事情 我不讲 谁会讲 我跟你说 如果我不讲 根本绝对不可能 会有人出来讲 就算他知道 有这些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 这些事情 我跟很多人都聊过 这些事情 他们也天天都在干掉 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只能叹气 但是就是不敢出来讲 这就是 这就是台湾啊 你觉得 你看到该修正的事情 但是没有人敢出来修正 有些该要提出来讲 该要辨别是非正义黑白的事情 没有人敢出来讲 因为 不想要上市自己的意义吗 不想要 让别人觉得 他是一个难相处的人 这就是 这文章里面有讲到吗 集体主义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社会风味吗 但是 从头到尾 都没有人留言 跟我讨论过这件事情 少数啦 一两个 真的就是一两个 好啦 那除了 写欢日线以外 我最近也要买电脑 所以 就是刚好 事情比较杂 比较烦 心浮气躁的 这样 那 我买电脑 就是 电脑里面的东西要备份 要档案要整理 要归类 什么 这个我超级 超级不擅长 我真的是一个 很懒惰 整理档案的人 所以那种 就是很久以前做的案子 你跟我要档案 我会 我会可以跟你说 我有 我蛮确定我有 只是我要找到呢 我需要花一点时间 对 这不是一个专业的制作人 就是 应该要有 但是真的 我真的很有障碍 我真的很 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整理 这个档案 我就算整理好了 就是我自己还是会找不到 我都忘记 我是怎么整理 我就这么纯 没有办法 所以最近整理档案 也是有点 觉得 好累哦 但是要买新电脑 就是很兴奋 我这台电脑 用了好多年了 终于要买新电脑了 好了 屁话 讲了一小段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 很 很久以前 就想要讲的主题好了 就是Spotify 所谓的串流平台嘛 对不对 Spotify 现在应该没有人 不知道了吧 它现在是串流音乐的龙头啊 而且大家应该也知道 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Apple 把它的iTunes的数位下载 音乐的数位下载 要收掉了 那这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行为 就是已经很果断地告诉你 数位下载时代结束了 现在是一个全面串流成霸的时代啊 但是Spotify在过去几年 就已经就是一直 就已经碰到 就是大家 其实都知道 已经好几年了 也不是现在才碰到 起来的 那其中很多呢 很多唱片公司 或者是经纪公司 或者是一些经纪人 他们就会发现 Spotify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播放清单 因为播放清单 实质性地决定了 你有点播量是多少 而你的点播量 直接决定了 你可以 从Spotify那边 分到多少钱 所以呢 到最后 很多人把他的发行目标 就变成完完全全地锁定在 能够放上播放清单 那我今天呢 其实就要 讲一些关于Spotify 我所知道的事实 跟一些 我所知道很多人都有了迷思 然后告诉一些 你可能可以去做的事情 跟千万不要去做的事情 跟以前一样 那Spotify这家公司 先讲这间公司好了 其实我对于这间公司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好感 就它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很认真的 研究这间公司 我得说 但是就是 就我所看到的资料 跟一些文章报道 还有一些 产业内幕消息 等等的 其实Spotify 在我看来 就不是一家 太正派的公司 对我来说 就是它有很多行为 跟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它刚起家的时候 跟别人很多谈判的方式 然后拿到 歌曲播放的 权利的方式 一直到现在 它已经大到 变成一个巨兽了 就是它跟 艺人之间的 音乐人之间的合作 跟分论的方式 我觉得都是 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欺负人的心态 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音乐人的话 就是跟Spotify合作 基本上你就是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吸着你的血 然后一直长大 可是你又不能不给它吸 因为它实在是太大 你不放上去 就等于 就是你错失了很多 让听众听到你的机会 其实变相来说 他们 他们掌握的权力 更像当时的唱片公司 它基本上就是 现代的最邪恶的 权力最大的 就像是Spotify这种公司 就是它 与我有 非常重要的平台的主控权 然后 它其实也没有打算 让多少福利给音乐人 它自己本身的 商业罗模式 基本上就有问题 之前不是在讲 Spotify到这样 到已经规模到这样 它其实好像也没有在赚钱 这不是一件很怪的事情吗 就是我觉得 这间公司 其实从头到尾 它的经营方式 跟它的重心思想 跟它的价值 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不管这些吗 反正 我们只管 Spotify的这样的服务 是不是能够替我们的 音乐人生 或是艺术家人生 或是做音乐的 这个职业生涯中 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简单描述一些 Spotify这间公司好了 如果你对它还不很不熟的话 它呢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 串流音乐串流服务平台 然后它的每个月 每个月的活跃使用者 是两亿一千七百万人 然后呢 它总共有一亿付费订阅者 也就是每个月 交钱给Spotify听歌的人 有一亿 很夸张 一亿啊 然后这世界上 这个星球上 百分之四十的 串流的市场 是被Spotify所霸占的 然后它上面 拥有四千多万首歌 四千多万首歌 天哪 然后其实Spotify 也是真正让大家 很有感受的一个 音乐串流平台 因为真的太多人使用 太广泛了 它在音乐界的影响力 真的是太大了 那到最后出现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关于播放清单的创造者 叫做 叫做 你叫Playlist Curator 他们在忽然在这个产业中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忽然大家发现 在Spotify上面 很多的点播率 是来自于这些播放清单 尤其是Spotify 自己的官方播放清单 所以呢 唱片公司呢 跟经纪人 或者是 经纪公司的目标 都把发行 就慢慢的依望 在能够锁定 在这些播放清单上 想办法能够让自己 艺人的歌 能够上到这些播放清单上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点播 对吧 这其实是很直接的逻辑 因为 你的点播数 只要是够高 Spotify分给你的钱 就会很多 也真的有很多艺人 就是光靠Spotify 的串流收入 就可以过日子 那 Spotify的串流 是怎么算的呢 基本上它的标准 就是 你只要有人听过 你听你的歌 超过30秒 只要在 他在你的歌上 听了又超过30秒 听了超过30秒 就算是一次串流 那很多人说 其实靠Spotify的收入 来支撑生活 是不可能的 这是错的 我得说 这是绝对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我也知道 有一些 身边有一些朋友 他们真的就是 绝大部分的收入 其实是来自串流平台 分给他们的收入 那 那个Spotify的老板 就是他们的CEO 他就是Daniel Eck Daniel Eck他自己也说 就是 他Spotify现在有 三万个音乐人 是靠Spotify的分润 在过活的 那 基本上他的判断标准 就是 每年啊 能够靠Spotify 赚超过35K 就三万五美金的 基本上这有点像是 最低工资的概念 就是给你一个温饱 能够养活 所以他很自豪地说 Spotify至少养活 三万个音乐人 今天重点不在于评价 Spotify是不是一家好公司 而是Spotify对我们 到底有多大的帮助 好 那Spotify基本上改变了 就是又再一次改变 人的听音乐的方式嘛 以前到数位下载 数位下载已经够惨了 现在传流更他妈惨 Spotify分给你的钱 你就单那个电波次数来看的话 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但是 你不上他的平台 又好像跟自己过不去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会是比较正确 对我们自己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呢 好 其实第一个大家会想呢 就是如果今天要发新一首歌的话 我能够自己把自己的歌 放上Spotify的吗 是可以的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在国内外都有非常多的服务 就是在替你做这件事情 他可能有些人每个公司的服务不太一样 有些人是收你个月费 或者是就只收你一笔钱 之后再也不会再收你钱 有的是就是从你的串流收入里面 抽百分之几的帕数 我之后也会做一集专门分析 比较这些服务之间的优劣跟好坏 但是我所知道 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公司 是讲英语 是写英文的 也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我之前在社团里面 也有提到有人想要 希望我做一集讨论这个题目 那对 我之后一定会做一集讨论 所有我接触过的 这些上架服务的 各家公司的好坏跟比较 我个人的啦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希望把你的歌放上Spotify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你只要找到任何一家 有在做这样的上架服务的公司 然后 很简单的给他 已经很小的费用 你就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然后就可以开始 靠Spotify 上面有人听你的歌来分论 但是重点在于 要有人听你的歌 这一切都是 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重点嘛 谁会上去Spotify 搜寻你的名字 找到你的歌 然后播来听呢 我们先假设 你没有上什么playlist 或是什么那种 需要有人注意到你的这种机会 那一样还是 你要够多的粉丝嘛 他够爱你嘛 够喜欢你的歌嘛 这一切依旧是所有事情的根本 但是Spotify 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替我们赚钱 甚至就是我们把一切的重心都建筑在Spotify上 是不是有可能的 我得说 这一切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认识的非常多 就是靠Spotify 真的赚很多钱的音乐人 但是我得说 大家对Spotify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误解 第一个就是关于很多超面公司跟经纪人 现在开始把focus放在能够上playlist上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当然上playlist是一个绝对直接的帮助 是无可否认 尤其是Spotify的官方的那些playlist 然后以至于呢 网路上就开始衍生非常多 台湾可能比较少 我在台湾 台湾可能也有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 说实在的 在国外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就是你付给他一笔钱 然后他会把你的 他会声称他 有很多就是playlist curator 就是创造这些播放清单的人 甚至呢 他声称他能够接触到Spotify 就是公司的内部的官方的playlist curator 然后你只要付给他一笔小小的钱 他就可以把你的歌就是发给这些人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把你的歌 放进他的playlist里面 对非常非常多 你就网路上找超级这种超级多 但是我得跟大家说 我所见到 我所听说过 或是我身边有朋友遇到过 然后跟我在聊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人觉得 这种公司是可靠的 没有一个人会来跟我说 有一个很棒的经验 真的很厉害 放了就上了什么的 甚至他们就是会 因为你要知道 播放清单这种东西 是非常吃风格 非常吃曲风的 真的你在一个metall的playlist里面 放进一首滑溜 你整个播放清单就毁了 这是一个很一番两瞪眼的事情 但是就是会有很多那种 你付了钱给他 你的风格可能是乡村 然后他就把你投去投 庞克的歌单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样 所以其实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听过任何一间公司 是有得到正面评价的 就是在讲 就是关于把这些歌曲 推荐给那些playlist curator 能够得到正向的结果 甚至有一些是那种 他自己在私下approach的 我有听说过 就是你可能 使用他们公司的 某一项其他的服务 可能是 可能假设是 串流平台上架好了 然后他可能就会写信 就真的有一个人写信跟你说 然后我觉得你的歌很棒啊 我们公司的人 听到你的歌都很兴奋啊 觉得这首歌很有潜力啊 然后我们公司有个部门 是focus在playlist curator 那你是不是 想要加入这个custom package 就是为你量身而打造的一种服务 你只要多给我多少一点点 你多少钱呢 我们就可以把你的歌 头绪给别人 然后通常这一种呢 我也是没有听到 什么比较正面的回应 所以我目前为止 就现阶段来说 我是完全不建议 大家尝试这样的服务的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 任何一个正面回应 我自己也试过一两个 但是我也觉得 这TMD也太瞎了吧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 把宣传的重点 放在playlist上面 就是希望能够上playlist 是不是对的 先说我觉得这个 不是一个健康的操作的想法 另外我也得说 就是这其实是 别从别人那边给的资讯 就是我之前常常推荐一本书嘛 叫做How to make it in a modern music business 是这样念吗 还是New music business 反正就是Ari Huston 写的那本书 Ari Huston其实也是一个 我很崇拜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 是对我来说非常大的启发 我到现在的很多观点 都是从他那里偷偷学来的 然后就是我被他影响其实很深 然后我看他那本书的时候 我也觉得 干对嘛 这个才叫音乐产业 他其实也到我没几岁而已 他好像到我个五六岁而已 然后他也有说就是 他也不建议 大家把那个操作的重点 放在playlist上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其实去看一个 艺人的spotify的页面 然后你看他有monthly play 就是一个月有多少点播 你会看到那种 就是他的追踪数量少到靠北 可是他的每月点播 就是非常非常高 那当然这就代表 他能够靠spotify赚的钱很多 但是你可以看他就是 他是不是有上了其他的playlist 那有一些可能是 spotify的官方的playlist 或是他的歌上的 很多其他的playlist 导致他能够每个月 会得到很多的点播 但是但是这一切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 就是呢 只要有一天 这些playlist的curator们 他们drop你 他不再把你的歌 放进他的playlist里面 什么原因不知道 或许是风格不搭了 或者是他不喜欢了 或者是可能没被收买了 I don't know 只要有一天 他们drop你了 就是你的这个点播 次数是直接就没了 蒸发了 不只是腰不腰斩的问题 就是会直接蒸发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其实Ari Hudson也说 如果你看一个 artist在spotify上面的page呢 他的追踪者数量呢 不到他的每月聆听次数的5% 那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 就是他不能把spotify 当作他的主要收入来运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 随时会垮的楼 因为你不知道那些playlist curator 哪一天是不是就把你的歌 从他的playlist上拿下来 就不给你放了 然后你可能每个月的 几十万几百万的 每个月的听众次数 就直接蒸发了 所以呢 就是把一切的操作中心 放在playlist上 是很不明智的 它是其中一个操作方式 就跟PR一样 PR什么呢 就是宣传操作嘛 唱片公司在干的那些事情嘛 宣传操作是你操作跟累积群众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为最重要 就是你不能把一切的赌注都压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也认同PR 我觉得PR是能够对一个艺术家 或是音乐人的音乐人 甚至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你不能把你所有的重点都放在PR上 你就是会变成 就是台湾艺人 好啦 对 所以与其看那个每月的点播次数 其实对一个音乐人 长久的音乐人生 跟生涯发展来说 比较重要的是最终者数量 所以阿里哈斯特你也提出来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看那个每月点播次数 跟他的最终者数量的比率 不到5%的话 他其实是很危险的 他其实讲的很保守啦 因为Spotify的点播次数 也是可以买的 轻松买 而且比Facebook跟 我记得比Facebook跟YouTube 还要更便宜很多 所以你看那种点播次数 高到靠北 然后那种最终次数 少得很夸张很夸张的 尤其是亚洲歌手 我觉得真的不要怀疑 这绝对是有花钱买的 他们连YouTube 就是Facebook跟电视广告 都买得下去 连传统报纸都买得下去 Spotify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小钱 但是有一种风格 是比较值得 有两种风格 不只一种 有两种 如果你做的音乐 是这两种风格的话 Playlist还是你值得 比较认真一点 关心的一件事情 他投资报酬率 对你来说 可能是比较高的 因为Playlist这种东西 刚才也讲过 它的风格的 统一一致性 是非常非常极其 无敌重要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你会听到一张专辑 有各种奇怪的风格 很正常 但是你听到一个Playlist 上面有各种奇怪的风格 你绝对会把它换掉 所以Playlist这种东西 风格是非常非常非常 局限的一件事情 这对于亚洲的音乐人 是很不利的 为什么 首先你要 一与预言上的隔阂 再来呢 在亚洲音乐的世界里面 风格是一个 非常confusing的事情 而且是完全完全的confusing 今天这个艺人 第一张专辑 可能是做摇滚 第二张专辑 可能就变电子 第三张专辑 可能变hiphop 第四张专辑 可能变民谣 第五张专辑 可能又变唱跳 汉流唱跳 I don't know 就是风格这件事情 在台湾的唱片产业来说 从来都不是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能赚钱 我管你什么风格 所以我必须得说 所以大体来说 如果你做的是 华语音乐 然后你的风格 可能就是一般的 华语流行音乐的话 我觉得Spotify的playlist 完全不是你想要 发展的重点 你也不会想要 把重点放在这件事情上 但如果你做的是 西洋流行歌 或者是你做的是hiphop 那我觉得playlist 这件事情是值得 值得一试的 因为你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关于hiphop跟pop Western pop 哇 记得 我再次强调 是Western pop 的playlist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最终者跟点播率 还是很夸张的 那这种东西多 你的命中率 当然就高 对吧 那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些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 在发行没有台湾的时候 也认真的研究了一下 关于Spotify 然后也整理了一些资料 然后我也去下载一些 也就是别人跟playlist curator 联络了email的范本 template template 应该是范本吧 对 我们就先当了范本之类的 就是你跟这些playlist curator 要怎么联络比较好 他会愿意听你的歌等等的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真的做滑流的 你真的是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做滑流 要怎么在Spotify上面 杀出一条血路 可能KKBOX 可能对你的帮助 会再大一点吧 但是如果你做的是独立音乐 也就是说你对于风格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你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很讲究 自己的风格跟特色的话 我相信会继续听这podcast 绝大部分人也是这样的人 那如果你只是想 做pop star的话 你不会想要听这个 你想要当主流剧情 你听我的podcast 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也建议你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听我讲屁话 那所以其实 阿里哈斯汀他也讲了 就是他研究完了 Spotify之后 他其实也说 Spotify其实没有一个 能够有效 完整累积群众的 一套方式 他Spotify是做不到的 就是你只靠操作跟经营 跟认真的研究 Spotify这个平台跟系统 甚至他的后台的演算法 甚至他下广告的方式 就算你从头到尾 把Spotify这个平台给摸透了 你也没有办法在上面 建制到一个完整的 和群众累积 跟互动的方式 所以阿里哈斯汀本身 他其实 他也并不赞同 就是你把所有的重点 都放在Spotify上面 虽然 Spotify看起来 替很多音乐人 创造了非常庞大的收入 你也会看到很多文章 在写说 音乐人真的靠Spotify 赚了很多钱 是没有错 这是做得到的 但是对于群众累积 这一块来说 它的帮助 其实是没有这么大的 如果你想要短时间发财的话 Spotify是有机会让你做到 但是如果你希望靠 Spotify建立一个 长久稳定的收入 跟音乐生涯的话 跟创作生涯的话 Spotify是做不到 那另外阿里哈斯顿 他也说 就是如果你是做 你是希望能够靠 音乐串流平台 来获得稳定的收入的话 而不是靠 所谓的playlist 就是有时候 你上playlist运气很好 然后你就忽然赚了很多钱 没上playlist 然后你就很可怜 你就没钱赚这样 能够让你稳定的靠 这些串流平台 赚到钱的方法 依旧是所谓的 direct marketing 什么叫direct marketing呢 基本上就是和我们之前 群众累积的概念 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所谓 一对一面对面 直接互动的行销方式 就是direct marketing 然后另外 他其实也最近 我觉得他会突然讲 这个话题一部分也是 因为他最近想要 开始卖课程 然后他想要 然后他说他研究出了一套方式 就是可以用 Instagram的广告系统 Instagram的广告后台 跟Facebook是一样的吗 这个不再多说 那他说他 和很多的独立音乐人 跟他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在Spotify上 很成功的人 他们说他们一起 经营出了 然后也实验过一套 很成功的方式 就是靠 Instagram的 下广告 跟一些特定的操作方式 能够也很有效的增加 你在Spotify上面的 点播次数 我大概能够理解 他会做的操作内容 有哪些 但是我其实还蛮有兴趣 我想要知道 他到底是如何突破这个平衡 因为Spotify分给音乐人的签证 是少到靠北 能够 你能够靠投资 下广告的钱 然后能够变成 让你在Spotify上的收入 能够cover到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就是虽然说我在Facebook上下的广告 已经就是成本已经低到很夸张了 但是Spotify会分你的钱 更是低到更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 很难以达到 所以他说他达到 其实我蛮好奇的 我有可能就是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可能会买他的课程来听一下 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办到 如果真的能够让 Instagram下广告 下到能够在Facebook上 不是Facebook Instagram上下广告 下到让你在Spotify上的串流收入 能够超过你下广告的钱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至少在我的观点看来 所以我最近可能会 就是研究一下 他这个葫芦里的卖什么药 这样 所以回到正题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 在台湾的独播音乐人 然后你做的作品 很大部分的语言内容 其实是中文的话 我觉得Spotify能够真的 对你的帮助其实是不大的 那他只是能够在你群众累积的过程中 给你增加一笔小小的额外收入 那如果你刚好运气很好 被放上那个playlist的话 你可能真的忽然就可以赚一笔钱 那也是不赖的 这是一个不无小补的收入 但是我真心不建议大家 投入太多的心血 在经营Spotify的 点拨串流数量上 因为这个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 就是我觉得合理的投资报酬率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我在发 We are for Mosa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策略重点 放在Spotify上的最大的原因 因为我后来发现 这个投下去的钱 基本上是回不来的 如果你用的是spotify上的广告 那更是 他那个广告后台真是烂的可以 就他能够提供你 给你的数据跟资讯 真的是烂的可以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分析 没有办法追踪 没有办法互动 那你到底花钱给他干嘛 这是我的观点 那是不是Ari Huston 他真的研究出了什么 很玄妙的方式呢 我之后如果研究出什么心得 我再回来跟大家报告好不好 那其实之后 之后接下来一两个礼拜 我也会比较忙碌 因为我下个礼拜 就要去纽约了 那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这是美国独立音乐奖嘛 我去年是入围着 我今年没有报啊 那今年有一个很屌的入围 就是那个血肉果汁机 它入围最佳金属专辑 你敢信 掉了 掉了就不行了 那我这次主要的工作 就是带 就是台湾几个入围的乐团 又有什么 美秀集团 然后有散灵 然后有血肉果汁机 然后我会跟他们三个团 一起去纽约 然后就是 先沟通啊 就是我就是负责出一张嘴的那个人 那应该会蛮好玩的 那我回去美国 就顺便买电脑 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买Apple 全世界最便宜 对 然后 所以也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很愉快的经验 当然也就会比较忙 可能也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准备Podcast 所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也会想要尽快做一些 我在社团里面跟大家讲好要做的一些主题 那所以我在想下礼拜可能就会来和大家分享 我所有接触过的那些帮你能够上架到各个串流平台的这些服务 那这些上架服务到底哪一家好哪家不好各有什么特色 那就是CP值高不高 然后客服 客服 其实我重点都放在客服 客服人好实在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原因 尤其在西方世界的公司 我跟大家说 西方世界这个服务业 远远绝对没有台湾的好 台湾的服务业数一数二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好 客服的态度之好 在国外你很容易遇到那些公司 就是客服对你真他妈的爱鸟不鸟 真的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站在一个亚洲人的立场 我相信大家也都是 都不会觉得自己英文太好 也不会觉得自己用英文跟别人吵架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所以我在衡量很多服务的时候 我都是以客服好不好说话来 当做一个最重要指标之意啊 客服如果好说话的话 其实你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就 误会会少很多 你会少很多信件往返的时间 就是等待的时间等等的 好这个下礼拜再说好了 那希望我下礼拜也有时间可以能够快速的 升出这个跟大家讲好的主题 好了希望大家今天也能够有一些收获 如果你有一些关于spotify的问题 你想要提出来讨论 或者是你有什么意见 或是你有什么在操作spotify的过程中有的心得 也欢迎跟大家分享 然后到facebook上面搜寻 独立音乐道的这个社团 或者是就另一个维度的这个fanpage也可以 那有问题我都会尽量和大家帮各位回复 那希望我们观众再见面 感谢你的收听 我是杨卫 See ya 字幕志愿者 杨卫